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有如今的成就 除了自身的努力 也离不开妈妈的陪伴 男大十八遍 那么小的年纪就有时尚观 你看 鲍文 演出服自己选的还是妈妈选的 我妈选的 妈妈永远能光 张艺兴和妈妈的关系也特别好 每每学到新技能 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回家给妈妈展示 我这辈子都没有 我觉得希望这次回家给我妈按一下 同样出了名的孝子周杰伦 则一连发了三条祝福 送给自己的母亲以及妻子昆琳 母亲节快乐 记得听妈妈的话 除了祝福外 周杰伦还晒出了多张自己儿时的照片 小时候坐在妈妈腿上的合照 读书时依偎在妈妈身旁的照片 以及成名后母子二人的合照 都是一样的温馨 厉害的人 我觉得不平凡的人 他要有一技之长 本身也要听妈妈的话 真师重道 早在2003年 周杰伦就以妈妈的名字命名专辑 那首《听妈妈的话》 更是传遍大街小巷的家庭教育神曲 而早期周杰伦的工作 对绯闻的回应 甚至具体的收入 都交由母亲打理 其实对我今天很不错 这个还是问妈妈会比较好一些 有关起来的事情 都是听妈妈的话 妈妈满意的话就期待 周杰伦的成功 离不开妈妈意会美的支持 张杰也同样如此 2004年 22岁的张杰怀抱着音乐梦想 从老家来到上海参加音乐选秀 一曲《As long as you love me》 让张杰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几个月的披荆斩棘 让张杰最后赢得了冠军 还得到了张学友和余成庆 为他和音的机会 但是接下来几年的发展 却大大出乎了张杰的意料 梦想中的一帆风顺 被荆棘密布所取代 那艰难的三年里 幸好家人的默默陪伴 给了张杰最好的安慰 我妈妈给我发了短信 为什么我现在才了解 你在外面的三年里面 所承受的压力 难以想象 今天我好痛苦啊 因此那几年 张杰大大小小的每一场演唱会 家人几乎从不缺席 都得到场 我每次演唱会 都会有家人来看的 除非太远的地方 每次他们都会给我 很好的支持 因为这这么好的一个 就是环境和音响的状态 所以我还是想让 每个自己的家人 都能够感受到 因此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张杰也给妈妈送上了祝福 妈妈也是杰样的 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而从今年春节 开始成为国民妈妈的张小斐 也晒出了与自己妈妈的合照 并送上希望妈妈 越来越少女的美好祝愿 惹得众网友们纷纷前来围观 是啊 妈妈在成为妈妈之前 都是美丽的少女 都是心怀梦想的少女 但在成为妈妈之后 她们成了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对妈妈的爱不仅仅在这一天 而是在生活中的每一天 记者陈湘芸编辑报道 电影《悬崖之上》里 饰演周易的余和伟 人很话不多 情绪都在眼神里 到了戏外跟朋友们 玩在一起的时候 却是你完全想象不到的 另一个塔 文娱新天地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演员余和伟 和导演张艺谋 初次合作的《尖如磐石》 拍到一半 余和伟就受邀出演了 悬崖之上的周易一角 冷静老练 沉着机敏 内心情绪翻涌 却喜怒不形于色 我在电影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成绩 说实话 电视剧演了很多 但是张导不看这些电视剧 你说他们是要演藏什么 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说起来 余和伟很早就跟张艺谋导演 有过合作 1995年张艺谋导演拍摄的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需要年轻的群众演员 于是余和伟就被剧组的 副导演挑中 去拍了一个星期的群戏 要说正式合作 确实是坚如磐石和悬崖之上 虽然开始得晚 但两个人一拍即合 我是觉得真的是 是有激情 有激情的一位导演 我觉得在他那个激情下 整个剧组的精神状态 都工作热情 都会非常非常高 你要真听 真感觉 你这个脑袋就进来了 进到雪里 你就啪 就这样 就这样才在残酷 你试一试 抱我嗓子 哎呀 当然 周以这个角色的成功 不仅有余和伟的权势 张艺谋的指导 也同样离不开张艺的助推 你现在 与任何人都能活下去的价值 我觉得张艺非常非常地 用功 他非常的敬业 那在这个戏里面 他这个每天的开工 由于人物的关系 他的有一些戏吧 一些妆容啊 就是非常非常惨 而且很冷啊 他要穿的 要露着肌肤的那些衣服 我真的在现场 我也跟张艺说 我说我看呢 我就很心疼 作为五一党唯一一部 口碑漂房双丰收的佳片 悬崖之上 全剧组的付出有目共睹 张艺谋顶着72岁的高龄 带着全组人员 在零下40度的黑龙江雪香 熬战数月 其中还经历了两次隔离 终于将成品奉出 那段经历如今想起来 余和尾依旧历历在目 以前有过在去哈尔滨东北拍过 但是没有这次这么冷 这次是真的冷 真的零下40度 当然就有几天了 那也够劲啊 就是所有的衣服是 你觉得郁寒能力消失了 我在那去 那一个镜头站在那 就那么不动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我在不由自主地在懂 事实上 2021年是余和尾罢评的一年 刺杀小说家中的李牧 上扬负中的王力 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 每个角色都是有棱有角 有人说大器晚成的他 实力碾压后起直辈 但在余和尾看来 只是审美的差异 我觉得可能我们当年的概念 还没有过渡到小鲜肉这个概念 那个时候的审美是说 在学校里经常会说 好硬啊 硬是什么 硬汗 有力度 爆发力好 我觉得是时代不同了 戏中的余和尾张持有度 演什么像什么 但到了戏外嘛 他跟普通的50岁中年大叔 没两样 前不久跟朋友们的一场直播连线 还闹出了不少搞笑的场面 比如雷佳英申请连迈28次才成功 祝你生日快乐 许征刷礼物时出现余额不足 看着一群大叔在直播间里的懵懂表情 还真是有种你家老父亲跟不上时代的即视感 有着实力和好人员的余和尾相信会在将来 带给我们更多的好人物好角色 那演员去塑造人物是第一位的 去让人物变得鲜活有感染力 这是第一位的 是不是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掌握的 那大浪逃杀一定会走到这个方向的 记者陈湘云上海采访报道 电影热带往事即将在6月上映 最新曝光的预告片里浓浓的悬疑氛围引人入胜 然而更吸引人眼球的却是彭于燕后背 那清晰可见的脊椎骨 据说为了能更加符合 故事中的人物形象 彭于燕在拍摄时曾经疯狂减肥 才瘦到如此程度 但曾几何时 彭于燕可是靠着帅气的颜值 进入大家视线的 他现在是不能演学生了 那时候就想说拍一个动作片 起码打仗就来了 就拍了一些古装 觉得很过瘾 就是因为这种过瘾 让彭于燕一发不可收拾地 爱上了动作片 于是在日常生活中 练体操 练搏击 练冲浪 彭于燕相当严格地做着身材管理 是爱好也是为了角色全情地付出 就觉得警匪片很有意思 就拍了动作片 然后拍了一些运动的励志片 就是各种类型都想尝试 如果有拍戏的话就控制一下 然后锻炼什么的 保持好的状态 正是因为这份努力 彭于燕成为了大荧幕上难得的 动作戏过硬的青年演员之一 在如今动作演员情谎不接的状况下 更显得珍贵 事实上 虽然成龙 吴京等一批老动作演员 还在苦苦坚持着 然而能接替他们打出一片天下的人 却屈指可数 电影《红海行动》中的蒋路霞 算是近两年来屈指可数冒头的一位 我从小有武侠梦 我看到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关于动作片 动作的 就李连杰老师主演的《太极张三丰》 那也是因为这个电影 我爱上了武术 也爱上了电影 所以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武术之路 蒋路霞从小习武之后考上北京体育大学 又因为成绩优秀 被保送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之后又被选中出演电影《红海行动》 看似顺风顺水又风光 背后的艰辛也只有蒋路霞自己知道 真的是挺艰辛的 而且作为动作方面的女演员更难 我就做一个高空跳落的动作 脚就踩到一个缝隙里面 就把脚给崴折了 当时是三个地方骨折 非常严重 但是我没有敢跟剧组讲 也没有敢跟导演讲 因为我怕我就失去这个机会了 忍着痛 每天打了两层厚厚的那个绷带 还有用那个石膏 还打了封闭 就各种药全部用上 每一天疼到自己就拍外一条之后 跑到旁边挖挖叫 然后若无其事地又走回来 所以就是感觉每天提琴吊胆的 同样靠拳脚功夫 走入我们视线的还有张兰心 作为前国家队跆拳道运动员的他 从被成龙点名出演电影《十二生肖》开始 接连出演过多部功夫电影 但他却也坦言 女打星的苦谁也谁知道 自己看到别人演感情期的时候 羡慕 发自心底地羡慕那些小萝莉和小情心 而在动作男演员方面 更是少有新生在出现 像《士小龙》这样曾经让我们期待的 《动作同心》这几年也是鲜有佳作 自己可能比较擅长 我觉得因为从小就是拍古装戏出来的 所以在动作在古装的时候 自己比较习惯 我们拍戏的时候 还有各方面的配备技术越来越好 也希望以后能够 我自己通过自己的力量 也能够拍出更好的戏给大家看 如今新一代动作演员的稀缺 可以说是主客观因素的 共同影响导致的 成龙那番话就是很好的概括 所有动作都是替身 绿部颈 蓝部总体做了 你可能只是做一 二 绑上 完了 不像我们 我自己拍戏呢 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哪有几个眼睛像这么拼命 尤其是现在的小鲜肉 我们是断了手 来 接上去 这个镜头摆这边 现在我拍的那些 干什么 咋了个刺 把八千多人围过来 我就坐在那边看 记者邵春丽编辑报道 近日 世界卫生组织 驻华代表处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在北京举办了承诺戒烟公益活动 作为新生诞演员歌手 徐瑞周参与其中 他不仅现场讲述了 吸烟对自己的影响 也承诺戒烟从我做起 我差不多在半年前开始戒烟 那个时候我还在剧府里面 其实我 对我来说 一开始我的吸烟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后来我在生活中慢慢地发现 我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会咳嗽咳醒 后来我就尝试着 尝试着戒烟一段时间发现 都是吸烟人物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我说我一定要把戒烟给戒了 不仅自己承诺戒烟 徐瑞周也希望他的行动 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 做一个好的榜样 之前我觉得戒烟对我来说 是一个自我的约束 现在的话更多的是 能够代表身边的朋友 包括我的私人 我们一起去参与到这个行动当中来 我也希望除了对自己约束之外 做一个好的榜样 记者金宇南北京采访报道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文娱新天地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